大家好,我是白东雪,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九鼎的秘密 九鼎代表着什么?公元前1600年,下朝下击治国无道,九鼎丢失,被承汤所得,商朝开始创立 商朝经历了550年的风雨,在公元前1046年,周王施国,九鼎被激发所得,自此周朝建立 自古以来,九鼎好像都是权力的象征,但是九鼎真的只是代表着权力吗? 说到九鼎,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大鼎,在左传《宣公三年》中曾记载过一篇叫做《羽柱九鼎》的故事 下朝建立之初,大鼎取九州之铜铸造了九鼎,并且在九鼎上留下了当时的天下格局 而后在九鼎上刻画了各种源自于山海境中的妖魔鬼怪,希望可以通过九鼎来安定天下 所以说最初的九鼎其实就是和平安定的象征,而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九鼎开始展展反侧于各国 慢慢的九鼎就变成了权力的象征,但是九鼎真的只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载的不只是那么简单 其中讲到大鼎建立下朝之时,就已经开始思索长生的办法了 在上古时期的帝王都已经飞升成仙了 但是自从尧顺开始,成仙好像就消失了 于是大鼎也想寻找长生之法 在陕西西安附近一直有关于皇帝筑顶的传说 在《山海经和史记》中也有记载 其中写道,皇帝坐宝顶三,向天地人 传说皇帝在晚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神仙 神仙对皇帝说,他已经完成了在人界的任务 所以天界准备让皇帝飞升成仙,赐予皇帝永生 于是皇帝开始彩虹筑顶 据说顶成之后,天降异想 天上下了一条金龙,接引皇帝就去天界了 于是大鼎也开始准备筑顶 所以说九鼎出现的原因一直都不是为了天下安定 九鼎出现也不是因为权力,而是因为长生和成仙 最终大鼎选择在都城外注顶 而且大鼎命诗案在博弈处取得了一份叫做《山海经图》的书籍 然后让诗案根据图中的阴阳规律制造了五个阳顶 铸造了四个阴顶 两年之后,顶成之时,天上出现了九个太阳 而且在白天,太排星凭空出现 在《山海经图》中记载 太排骤线就是九鼎成功的征兆 所以大鼎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获得长生了 那为什么顶就是长生的代表呢? 为什么天界让皇帝铸顶之后成仙呢? 顶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自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汉武帝 再到近代的剑心派陈寅宁 他们都在寻找关于顶的秘密 秦始皇早就知道了九鼎的用处 而且秦始皇还亲自铸造过九鼎 所以不管是皇帝铸顶还是语铸九鼎 其实背后都可能是外单数的秘密 在豹部子中曾经记载了 炼丹一定是要用顶 而且要用特殊的顶 用其他的秘密是不可能炼制出仙丹的 所以顶应该是和西方的炼金术中的贤者之识是一个道理的 古人认为世界上的物质组成部分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和一种万能的原材料 就可以炼制出任何的东西 其中就包含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 甚至是能够让人成仙 自从下朝之后 商朝周朝都曾经尝试过造顶 但是山海经图的丢饰 使得真正的造顶方法已经失传了 所以虽然后世的朝代都在尝试过造顶 但都是无济于事 其实按照最初的外单数来看 顶只是炼丹其中的一个条件 另一个条件就是材料 也就是炼丹的方法 那么炼丹的方法是什么呢 在鲍普子的那篇中 曾经记载了一个叫做九顶炼丹经的方法 传说皇帝之所以能够炼丹 就是因为天界传授给了皇帝这本九顶炼丹经 所以皇帝才筑炼丹 而且其中记载了一些关于长生和成仙的秘密 其中说到虽然呼吸导饮均可以获得长寿的效果 但是不能免除死亡 要想真正的获得永生 只能是利用九顶和九顶炼丹经来炼制丹药 丹药可以在人的体内形成精丹 从而源源不断的吸收天地灵气 让人能够与天地相始终 成云嫁物 嫁欲角龙 随意上下于天地之间 随后皇帝将九顶炼丹经改名为了皇帝内外经 留给了轩辕士一脉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皇帝内外经中的皇帝外经丢失了 只剩下皇帝内经中的养生之法了 到底皇帝外经为什么丢失 丢失在哪里 这些问题就没有任何记载了 所以说九顶从来都不只是象征着权力 而是象征着一股超越常人的力量 所以说像秦始皇这样的千古遗地 也并不是平白无垢的去寻找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他可能真的听到过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